原标题 杨幂的嘉兴传媒期下 你觉得谁会是第二个迪力热发 大家都知道杨幂行商高眼光好 也是一个很好地老板 杨幂的嘉兴传媒期下 众多小鲜肉和小姐姐 这两年一个个也都发展得不错 杨幂有什么好的资源 都会带上几个自家人 增加期下艺人的曝光度 嘉兴传媒的艺人也都争气 虽然没有大火 但因为帅气靓丽的外表 和杨幂期下艺人这个头衔 也都让观众网友记住了他们 嘉兴传媒混了最好的 莫过于迪力热发了 这跟杨幂的力碰有着绝大的关系 在外人看来 杨幂和迪力热发 除了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其实更像闺蜜 之前迪力热发没火的时候 杨幂到哪都会带上他 各种亲力互动 虽然迪力热发水了一个影后 但是人气还是很高涨 妥妥一见流量小花 之前一直被拿来比较的 新疆三美鼓励那张 迪力热发 佟丽亚 如今流量最高的 恐怕就属迪力热发了 嘉兴传媒旗下 除了迪力热发这个精英事后外 还有不少小姐姐 也都是一枚潜力鼓 呼声最高的李希瑞 跟嘉兴传媒解约了是挺可惜 毕竟颜值人气的什么摆在那 说不定就是下一个迪力热发 但李希瑞之外还有朱绪丹 黄梦莹 代思 王毅飞 这几位也都是想必大家也都认识 朱绪丹饰演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蛇蝎心肠的玄女 《一千零一夜》中的周心眼 黄梦莹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坏到眉边的宿紧 出桥转中灵狗的比有小玉 黄梦莹在坏人这条路上走 他真是一身黑 代思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美丽的异族公主胭脂 说家型传媒承包了当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一点也不过分 而王毅飞便是豆瓣三点二的漂亮的李慧真宗的助理韩雪 相逆忠高傲韧性的碎河 要说这几位的演技真的是旗鼓相当 暂时还没看出来谁演技更胜一筹 但却一个比一个美 《三生三生史》 代思被网友垂报了言 说是既迪丽热发后 又一位抑郁美人 但其实也还好 代思拳骨比较高侧眼 有点怪异算不上很惊艳 虽然既一族公主胭脂后 也有参演过一些作品 但还是没能激起什么浪化 看来还需要沉淀 助旭丹长得比较甜美 更像是小元初恋女酒 助旭丹之前也参演过不少作品 但真正让网友记住的 还是玄女一角 夏天时和迪丽热发一起合作了一千零一夜 无奈主角光芒太大 助旭丹施展拳脚的机会不多 但现在的新一天图龙记中 助旭丹是眼周止弱 可以说是魏波鲜火 剧这一出来 不管什么演技不演技 光冲剧组这颜值网友说追定了 这部翻拍了很多遍的一天图龙记 演技上可能比不上之前的前辈 但颜值肯定是不输的 不仅助旭丹的周止弱美翻了 陈与其的赵敏也都英姿砸爽 助旭丹和阮今天合作的一身孤注之温柔 也已经杀青 在剧中饰演女一号顾婉宁 从剧照看在剧中的造型也是美美的 助旭丹最近资源不错 难道将是杨敏接下来要力捧的新人吗 黄梦领的长相有网友开玩笑 说就是和演人触无害的白莲花 坏人形象看来是刻骨铭心 黄梦领既出乔船笑语之后出演由佳行传媒 完美影视联合出品的 趁我们还年轻都市情感剧 这部剧也差不多是佳行传媒捧新人的剧吧 由张云龙 乔新 刘瑞琳 黄梦领 代思领衔主演 但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黄梦领今年还与玛丽 潘岳明 孙间演技派合作了逆流而上的你 虽还没开播 但有玛丽和潘岳明的加持反响应该会不错 王义飞自从香蜜火了之后 不但没有作品跟上脚步 就连人也都隐形了一样 最后一点热度就剩是杨幂的员工了 其实杨幂这几朵小花 我更看好的是李希瑞 颜值高身材好便十度高 虽然今年的两部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 郭敏老公反响不是很好 好 好 加上